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刚才我们已经开发了基于Sero的权限 下面我们基于Sero来去做一个登出 那么首先可以找到我们的首页 在首页中 在首页中有一个退出 我们可以找到退出 那这里有个logout 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去做这么一个接口 来去调用登出 用Sero的登出 所以做登出其实也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们来去找到我们用户的控制器 我们来开发一个接口 基于登出的一个接口 Request Map 登出 那么登出我们直接使用到工具类中的 有一个logout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我们得到它的主题之后 logout就可以了 它的核心对象就是subject 那我们return 让它从第一项到 redirect到哪里去呢 到我们的登录页面 找到我们的登录页面 ok 这样呢 我们的登出就应该已经可以了 我们来感受一下 那么这个登出 登录登出 那是否是可以呢 我们来确认一下 好 我们再次来去做启动 好 那么我们开始去做这个登录 好 记住我 点击登录 那我们看就已经登场的登录成功 正常是已经是登录成功的 那我们点击退出一下 看这里正常退出来 好 我们再次来登录一次 来点击一下 记住 ok 已经登录成功 那同时我们给刚才 看才记住我的能力 其实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cookie 那就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所 使用到的这个cookie 使用到的cookie 使用到的这个remember me 在那种cookie 我们就看到这个cookie的记录 也是有的 好吧 这是我们的正常cookie的记录 那我们可以先都删除之后 我们可以再来去确认一下 先都删除 先都删除 点击完成 那我们点击退出 来我们再来去做一个登录 好 看现在这地方就很快 就会有去 好 我们先删掉一个 好 点击完成了 我们开始来去做登录 那么登录 admin admin 点击消失 我们再来点击一下 记住我 刷新一下 来点击一下 万 登录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cookie也是正常的石油 正常的cookie 那我们看一下 正常石油 好 那么这里是基于我们登录 和登出的能力 那我们就演示到这里